今天为你介绍的是一本欧美畅销书 书名叫做《慢思考》 副标题是《大脑超载时代的思考学》 作者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 特奥·康普诺利 他的思维课是全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 本书的内容就是根据他的课程整理而来 大家可能平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每天被困在邮件、电话、朋友圈和工作之间 脑子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塞满 但是忙到最后才发现真正重要的事情还是没有做 《慢思考》这本书就是要帮助大家 在一心多用的时代保持专注 通过这本书你可以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 也可以了解是什么原因摧毁了大脑的智力表现 最后作者提出了四个建议 帮助你挣脱束缚、解放大脑、提高思考能力和做事效率 首先我们来了解第一个问题 我们的大脑到底是怎么样思考的呢? 根据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把人类负责认知和决策的三套脑系统 分别看作是思考脑、反射脑和储存脑 这三种脑不仅会彼此配合,也存在竞争 我们的大脑在智力方面的表现就取决于这三个脑系统之间的配合 法国哲学家迪卡尔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 我思故我在 的确啊,思考是人类拥有的最宝贵的天赋 从早上起床睁眼的第一刻起 我们就要开始思考 我们会考虑今天会不会堵车啊 会不会迟到 昨天那个难缠的客户要怎么对付呢 也有可能思考假期去哪里玩 待会聚会选哪个餐厅等等 这个过程主要是由成熟的思考脑来完成的 思考非常的费精力 还涉及到精密的逻辑和创造性的决策 所以思考脑的运转速度是非常慢的 它一次只能处理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一心二用 那你可能一件事都做不好了 比如说你坐地铁出门 本来是要在下一站下车的 但是你的客户突然发了一封邮件 你马上就用手机处理了 但是等到再想起来要下车的时候呢 已经做过好几站 说到这儿 可能你要反驳我说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到一心二用呢 比如说 有的人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脑系统 反射脑了 反射脑的运行速度非常快 它能对当下的情境马上做出反应 就像是无意识行为一样 它是三套系统当中 最古老最原始的脑系统 靠着反射脑 我们的祖先才能在远古时代 遇到猛兽攻击的时候 马上逃跑保命 而不是待在原地思考计算 怎么踏脚啊 跑去哪里啊 如果没有这套反应速度极快的脑系统 那我们的祖先啊 可能早就成了猛兽的盘中餐了 人类呢 也就没有办法繁衍下来 所以反射脑的功能也很重要 它可以让我们在一秒 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做出反应 通过大量反复的练习 我们的行为和思考推理的过程 就能从有意识的思考脑 转移到反射脑 形成一种自觉的习惯 就像刚才说到的 一边弹琴一边唱歌 通过大量的练习 演奏者不需要思考 他就可以熟练地弹完整首歌曲 他的思考脑 就可以用来专心地唱歌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 因为有了反射脑 来处理那些不用思考的常规事物 我们的思考脑 才有时间精力和空间 来处理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储存脑 我们经常说 在忙碌中偶尔放空一下 效率会更高 这句话说的呢 就是思考脑和储存脑之间的互补关系了 每天我们都会接收到大量的信息 储存脑主要负责的就是 这些信息的分类和储存 当思考脑暂时休息的时候 储存脑就会被激活 然后帮助我们归纳知识 总结经验 所以定时的放松 并不是在浪费时间 而是在帮助思考脑 发挥出最佳状态 举个例子说 当我们为一道难题而发愁的时候 你越是深入思考 越是得不到答案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你出去散散步 喝杯咖啡 或者是跟朋友聊会儿天 说不定你的脑子里 就会蹦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刚才我们主要讲了 大脑的思考运作方式 那么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 下一个问题 是什么束缚了大脑的智力表现呢 答案是 随时在线 多任务并行 低水平压力和睡眠不足 先看第一个因素 随时在线 在互联网时代 人们通过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 可以很方便地和他人联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是 现代人非常爱翻的一个毛病就是 把随时随地变成了无时无刻 我们就好像是被各种屏幕锁住了一样 无论在哪 无论是什么时候 都有可能被突如其来的电话 短信邮件打扰 而当我们接收了过量的信息之后呢 大脑就没有办法再及时地处理和储存信息了 也就没有办法再做出深度的思考和理智的决定 更可怕的是呢 随时在线带来的信息当中 有30%到90%的内容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这些无用的海量信息 不但给大脑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 还挤占了思考脑的空间 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思考 道理虽然是这样 但在日常工作中 很多公司的管理者并没有意识到 随时在线带来的危害 他们甚至还要求员工保持随时在线 比如说有个公司就明文规定 必须在收到邮件15分钟内回复 否则就要算工作失误 这就造成了 无论你手头上的任务有多紧急多重要 你都必须在收到邮件后暂停一次 如果你收到的邮件很多 那后果就相当的可怕 你几乎没有任何整块的时间 去做需要专注的事 这就是很多公司 整体办事效率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很多时候 必须在线的念头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自己 很多对随时在线上瘾的人都会认为 我这么做可以随时解决问题 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是有研究表明 智能手机的用户 平均每周多工作6小时 你看 随时在线并没有减少工作量和工作时间 随时在线也会导致决策疲劳 当人做出大量的选择之后 自控力 毅力和面对失败的韧性都会降低 拖延的情况也会加剧 因为你会去做一些看上去很紧急 但并不重要的琐事 去逃避那些真正需要深入思考的工作 好 现在再让我们来分析第二个因素 多任务并行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格罗里亚马克 通过研究发现 当一个雇员只能不受干扰的 在一个主题上工作11分钟 而且这11分钟还被分割成了 若干个三分钟的小任务 这个时候每次受到干扰以后 雇员需要花费25分钟 才能回到原来的任务中 这些干扰基本上是一个接着一个 所以在40%的情况下 这名雇员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原来的任务了 也就是说 多任务并行 很可能会让他不自觉地就放弃了一个任务 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 思考脑一次只能处理一个主题 所以我们做不到同时处理多个任务 那么当多个任务堆积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又是怎么工作的呢 这个时候大脑就只能将一些信息放入临时缓存 释放出空间 然后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切换 这部分的缓存空间也是有限的 一旦满了就必须腾空 来为新的想法腾出位置 比如你正在处理一份文件 突然电话响了 你的思考会被打断 领导在电话里给你安排了一个紧急任务 放下电话以后 你的脑子就会快速地构思方案 制定好以后 你又将方案交给领导 等待他的答复 在这个等待的期间 你会再次回到手头上的工作 直到领导给你反馈 然后你再从手头上的工作中抽离出来 切换到方案的执行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多任务并行的过程里 因为不能一次性地完成任务 所以你的每个任务都被分成了不同的小块 然后你就不得不在其中快速地切换 听到这儿 你可能会想 切换又怎么样呢 不管我是一次性完成整个任务 还是零碎地完成 最后花费的时间不都是一样的吗 如果是这么想的话 我只能说 你又掉进陷阱里了 真相是呢 如果你同时处理多个任务 最终每个任务花费的时间 会远远多于单任务花费的时间 因为在多任务并行的状态下 单个任务总要受到其他任务的干扰 你就要花时间去切换 还需要足够地放空时间 这样在新任务开始之前 储存脑才有机会 把重要的新信息整理存起来 两个任务越复杂 所处领域反差越大 大脑需要的休息时间就越长 在这儿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 当多任务并行出现在团队合作中 那么这个结果会更糟糕 比如说 你负责团队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所有成员都知道 完成这个任务只需要30个小时 但是因为你坚持同时处理多个任务 你的小伙伴就必须等上70个小时 因为别人必须拿到你的输出结果 才能开展自己的工作 你没办法在30个小时内输出结果 那他们就只好先执行其他任务 于是整个团队都在同时处理多个任务 最终的结果就是 你们项目进度的时间管理会严重失控 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按时完成团队目标 另外多任务并行 还会让我们损失信息 在处理多个任务的时候 大脑被迫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切换 在工作记忆 临时记忆和长期记忆之间跳转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信息没法真正地进入到储存脑 损失了新的信息 思考脑又长期被占据 在这样的状态下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深入广泛的思考 创造力也会大打折扣 比如说我们一边写总结 一边跟好朋友聊天 这样不仅不礼貌 还会降低你聆听和交流的质量 你会错过很多朋友说的话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呢 一边开车一边使用手机 是最愚蠢的多任务并行 虽然通过大量练习 我们对驾驶流程非常熟悉了 不需要过多的思考 靠着反射脑就能开车 但是这仅仅是能把车开动起来 实际的情况是呢 路况复杂多变 我们必须要集中精力 去观察路面的情况 做出预判才能避开危险 这都需要思考脑出马 想要安全驾驶 根本不可能只靠反射脑 而且有实验证明 视觉和听觉会争夺我们的注意力 不管你开免提也好 用声控技术也好 用了手机之后 你的反应力会变慢 遇到危险 很难做出安全的操作来避险 除了随时在线和多任务并行 影响大脑智力表现的还有 低水平压力和睡眠不足 我们先来讲讲 什么是低水平压力 人类拥有很强的耐压能力 短期内承受一定的压力 可以促使我们达成目标 但是长期施加压力会让人无法忍受 就像一把弓箭 你如果用很大的力气 或者很频繁地拉弓 弓的耐用程度就会受损 如果每次射完箭 没有让弓彻底松弛下来 它也会损耗耐用度 我们人也是一样的 需要压力的同时呢 也需要休息和放松 只有间歇性的压力 才是健康的压力 所以每一次当你顶着压力完成任务之后 你都需要休息放松 来让大脑和身体 分泌的压力化学物分解中和 整个系统重新恢复健康的平衡 但如果你总是保持一种 持续存在的压力 身体得不到有效放松 那你体内的压力化学物 就会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 这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慢性高血压 肌肉紧张 心率过快等问题 还会抑制你的免疫系统 严重影响身体健康 随时在线 就会给我们带来这种 持续的低水平压力 有研究者就请一群文员 参与了一项实验 让他们不再多任务并行 也不要去管邮件 五天之后 这些文员的心率都恢复了正常 所以长期保持低水平压力的状态 是有害的 尤其是在休息恢复时间不足的情况下 而在睡眠方面 我想大家都深有体会 如果睡了一个好觉 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精神 都会好得多 但是如果睡不好 第二天就会无精打采 影响工作效率 这是因为有生物中 这种东西的存在 我们需要的睡眠时间 其实是非常规律的 生物中调节着我们体内的众多细胞 这些细胞 影响着体内能量的制造和存储 体温 血压的调节 消化液和相关物质的分泌等等 这些东西都会直接影响 我们的大脑和行为 也会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想法 记忆 情绪等等 如果缺乏足够的睡眠 大脑就会损失很多潜能 比如说专注力 创造力 判断力 耐力 评估能力 逻辑规划能力 沟通能力等等 另外啊 经过一整天的忙碌之后 我们需要睡眠来休息和恢复能量 但是呢 睡眠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那种无意识的昏迷状态 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动态过程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大脑细胞会繁殖 然后形成新的链接 以这样的方式来储存 过去一天我们所接收到的信息 同时呢 大脑还会处理我们的记忆 我们都知道 睡眠不足会导致记忆力变差 这背后的逻辑就是 睡眠不足 抑制了大脑中负责长期记忆的 新细胞的生长 睡眠不足呢 还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控制 从20世纪起 人们就对睡眠和情绪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结果发现 如果我们睡得好 思考脑就会时刻留意反射脑的举动 随时调节它的速度 来防止我们做出一些原始的 或者过于夸张的情绪反应 但是 如果我们睡不好 不光会影响思考的质量 还会让思考脑 没法继续控制冲动的反射脑 当我们遇到负面刺激的时候 就会更容易出现过度反应 和过于情绪化的表现 讲了那么多 无非那就是想说明 速度是思考最大的敌人 在一心多用的时代 如果要想把个人能力和做事效率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我们就必须把重要的时间 绑在创意构思和正确决策上 那么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这里有四个建议 第一个 离线思考 定期抽出一个固定的 不受打扰的时间 来完成专注的工作和沟通 在这方面 小米创始人雷军 也有相似的观点 他有一个著名的七字诀 叫做 专注极致口碑快 专注在里面排第一位 雷军在一些公开场合也说过 少就是多 他认为 在喧嚣的社会里 当你少做一点事情 专注于你做的事情 把它做好的时候 其实做得少 反而才能达到做得多的效果 另外要争取离线 不仅需要坚持不懈 还需要冷酷无情地 远离一切不重要的干扰 尤其是那些习惯了 多任务并行的人 他们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 没有他们的参与 世界依然正常运行 一般的时间管理会教你 用紧急和重要去区分事件 但是实际上 重要的事情通常是不紧急的 要优先安排那些 重要不紧急的事情 以免他们有一天发展成 重要紧急的事情 不重要但紧急的事 要学会拒绝 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永远都不要接受 一旦学会了正确的安排任务 不再随时再现 你的工作状态反而会更好 而且呢 要特别强调的是 离线思考这个建议 它是四个建议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 就算你把我说的 所有的建议都忘了 但是只要你做到了这一点 你的工作效率和思考能力 绝对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那可能也有人会问 我每天这么忙 我也不知道应该抽哪些时间 来做离线思考效果更好啊 首先呢 请你找出一天当中 你的思考脑表现最好的时间段 确定之后 无论你最忙碌的时间是几点 请一定给这段时间优先权 把最重要的思考 放在这段时间来完成 然后呢 请每天抽出十分钟 来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这个时间点不应该晚于 睡前一小时 在这十分钟里面呢 你应该确定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记下来 这样在你睡觉的时候 你的储存脑会提前梳理相关信息 解除大脑束缚的第二个建议 是批量处理 在这个一心多用的时代 你可能没有办法 彻底地避免多任务并行 甚至有的时候呢 多任务并行就是你的工作模式 但是呢 如果沉下心来仔细分析 你会发现 其中很多干扰 跟你的工作根本没有关系 而且合理安排任务的 基本原则也很简单 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切换次数 这样就能为单任务和多任务 都留出了空间 在时间上 你就能比较游刃有余了 平均来说 30分钟不受打扰地处理一个任务 效率比三个十分钟要高出三倍 如果任务比较复杂 或者是多个任务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 那么不受打扰的工作效率 比多任务并行要高四倍 所以 请你拒绝所有干扰 一次完成一个任务 或者是相对完整的一部分 最好把密切相关的任务 划分到同一个批次 把不相关的任务 邮件和琐事 放在一个批次 如果任务实在太多 那么你需要建立一个在家的批次 留出专门的时间 彻底离线 专注工作 另外 在日程表上标注批量处理的时间 每次批量处理结束 适当的休息也很重要 第三个建议 恢复正常的睡眠模式 白天的时候 我们都很忙 会多次用到各种信息通信设备 所以储存脑 根本没有时间系统地处理这些信息 只有在睡眠期间 储存脑才找到机会 整理储存识别 那些还没有消失的信息 而要让大脑发挥出最佳潜能 你至少需要八个小时的睡眠 只需要八个小时 就可以明显提高 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记忆力 创造力 以及学习能力 在睡醒的那一刻 我们常常会灵光一闪 想到很多好点子 有的人可能睡眠质量一直不太好 那么你可以参考以下几个建议 每天坚持在同样的时间入睡 起床 白天尽可能多活动 因为如果疲劳的只有你的大脑 身体却精力旺盛 那么你就更难入睡 如果你需要在周末补觉 最好提前睡 而不是晚起 这样对睡眠模式和生物中的干扰更小 另外 睡前一个小时 尽量远离所有的屏幕 包括手机屏幕 第四个建议 科学应对负面压力 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单由强度决定 也与持续的时间有关 长期慢性的低水平压力 可能比一个巨大的挑战 还要令人疲惫 所以合理安排任务 能够大大的减轻我们的负面压力 另外在压力失控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是减轻负担 增加资源 我们拥有的最大资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好自己 增加自己的耐压能力 就好像我们射箭的时候 你把弓拉得越满 箭就射得越远越快 而弓能拉得多满 取决于它的耐力和弹性 我们要学会提高自己的耐压能力 来让自己的大脑表现得更好 在个人的耐压能力中 有一部分因素跟遗传学 生物学和体格都有关系 它决定了我们耐压能力的极限和潜力 这是天生的不能改变的 但是在极限范围内 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创造性的方式 来应对压力 比如说找人聊天倾诉 运动或者是大吃一顿等等 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 很容易被自己的思维方式影响 如果你想的是 天哪 为什么会这样 我根本搞不定 那你身上的压力会更大 但是如果你换一种思维模式 虽然很难 但是我可以去试一试 虽然不容易 但是这是一个机会 通过它 我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这么想的话 你是不是就会更有动力了呢 最后呢 要提醒大家 改变行为背后的态度 是所有改变的基础 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改变态度 还是像之前一样保持随时在线的 多任务并行的工作模式 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些技巧 都不会起作用的 当然 要想改掉根深蒂固的习惯 光靠意志力是不够的 在这里分享几个帮助大家 在意志力不足的时候 达成目标的小方法 第一种方法 隔离 尽量避开那些诱惑你的因素 多培养一些刺激离线思考的因素 比如说 把自己的办公桌分成两个区域 一个是随时在线 多任务并行的区域 另一个就是你做思考 或者深入对话的地方 每当你在多任务并行区域 看到桌子另一头的 离线思考区域 就会被刺激 想到自己需要离线思考了 你可以在办公室外面挂上 请勿打扰的牌子 然后把手机暂时拿开 身体挪到离线思考区域 简单调整之后 你的大脑就可以进入 离线单任务的模式了 第二种方法 奖励和惩罚 用奖励强化好习惯 用惩罚遏制坏习惯 比如说 如果你很喜欢玩手机 那么你可以给自己定个规矩 坚持离线处理工作20分钟以后 你可以花三分钟看一次手机 然后你再慢慢地增加离线时间 但如果失败一次 你就在存钱罐里存一笔钱 攒到一定数量之后 捐给慈善组织 第三种方法 善于利用提醒 虽然这个方法听起来很傻 但确实是有用的 如果你开车很爱玩手机 可以在方向盘附近贴上 为了家人 请不要危险驾驶的纸条 甚至还可以贴上家人的照片 好 最后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讲到了三个问题 第一 我们讲到了大脑的思考运行方式 把人类负责认知和决策的三套脑系统 分别看作是思考脑 反射脑和储存脑 思考脑用于思考精密的逻辑 进行创造性的决策 它的运转速度很慢 反射脑用于处理那些 不用思考的常规事物 它可以对当下情景 做出迅速的反应 储存脑主要负责信息的分类和储存 它在思考脑暂时休息的时候工作 第二 我们讲到了 是什么束缚了大脑的智力表现 答案是随时在线 多任务并行 低水平压力和睡眠不足 第三 如何提高做事效率呢 这里有四个建议 第一 也是最重要的建议是离线思考 第二 如果无法避免多任务并行 就要进行任务划分 尽量批量处理 第三 恢复正常的睡眠模式 第四 科学面对压力 好 通过今天的解读 我们知道 多任务并行 其实是完全违背大脑运行方式的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多面快手 在信息超载的今天 唯有保持专注 才能提升效率 让思考慢下来 少做一点事情 你的收获 或许 能够更多 好 慢思考这本书 就为您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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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